好 開始囉 好我們現在已經公告出來了就是 基本上就是這一週的賽程還有下一週的賽程啦 然後這個公告在跑步直徑站在這邊 這個紅色的紅色頂制的 然後裡面內容分別是就是今天進 就是上禮拜晉級六強的啦 然後明年會打後天會打 然後這邊是四進六強的分組 還有就是最後的名單 所以這就是明年打黑喔 然後這邊是介紹賽制 介紹賽制 那我們不管我們看這個表演賽的部分 表演賽的部分就是這邊 橘子雄出賽會有歐文跟魯夫 然後Wisefire會有岳跟Rock 又一剛田會有艾斯跟諾亞 然後台北英是赫夢跟柯瑞斯 不要問我為什麼 反正就是我們找到TSL的四隊了 然後我們第一階段會進行我們接力賽 然後大家應該知道接力賽怎麼玩吧 小草跟我都玩到爛了 然後接力賽反正就是接力賽的賽制 然後搶20分 然後這個勝利早晶 當然是這個 大家能拿就拿 不能玩就拿 我放 我放 放放 Vacation 不好意思那隔壁空的 然後車種一樣是右下只有工場改 然後那天會用我們官方帳號 我們官方帳號已經全部處理好了 好已經處理好了 然後到時候 比賽當天會發個選手 那第二就是積分賽 就是大家熟悉的以前TSL賽制 裡面有一個叫混合賽 就是二對二對二對二 四對的選手都出賽 然後跑個人賽 兩個人總分加起來 就是那一隊獲得分數 然後這樣子搶120分取勝 會有這兩個階段 要一樣獎金是1000塊 然後第二天的中頭戲 就是我們雙服明星對抗賽 然後國父這邊 我們已經拚好名牌 就是小木3S7跟XX 想問我為什麼 因為我們那天本來想用票選的 然後橘子就說 我們跟橘子溝通的結果 就是我們找四個最強的 名氣最強的來打就好了 不然更麻煩 好嘛 那我們就直接要四個 然後這個是國父那邊可以做名單 這四個目前是最強的 然後一樣是有兩階段 第一階段就是八個人的個人大混戰 這個賽制就跟現在的韓服賽制一樣 就是八個人各自為政 然後搶第一 可是第二天就沒錢了 第二天就沒錢了 不要問我為什麼 然後車輛一樣是有加九改 然後計分方式就跟我們普通個人競賽一樣 一樣是搶120分取勝 不過這個階段會比較久 所以那一天可能會打到11點多 那賽道的話我們有更改兩張 因為國父有兩張沒辦法跑 一張是月光雪城 然後沒有在比賽圖內 所以他們沒有在練那一張 那另外一張就是我們森林大山的妙場 他們國父連出都沒出 所以我們就把這兩張改掉 改成機械戰爭的十個都市 就是這張 這張 這張 這張也是以前TS有比賽過的 那再來就是巴黎艾菲爾天 這張圖也是蠻有可看性的 這張地圖 然後地圖就這些 然後第二階段就是我們大家熟知的 巔峰對決 好不好兩面對決 然後選手們比的賽季跟冠軍賽的賽季是完全一模一樣的 就到時候也是要排人出來單挑 如果平手的話 然後賽道跟個人賽的賽道一模一樣 不是說順序一模一樣 就是裡面的 裡面的那個一模一樣 然後我們的 因應這次的表演賽 所以我們的賽制有改動 然後改動在這邊 我們把四場賽從禮拜六 移到禮拜五 所以禮拜五我們會開始打四場賽 然後三月十一禮拜六 我們原本的四場賽制 我們變成了季軍賽 加上我們的第一場TSL的 就是TSL耐氣選手的台服民進賽 然後禮拜日就是 冠軍賽加上雙服對方賽 那 講到重點啦 要怎麼投票 所以王子點進去 回到這個網頁 回到這個網頁 然後你們就 投下你們神聖的一票 投下你們神聖的一票 然後名單總共有 鮑哥 Rock 月 葉瑩歐文 春春 朔月 魯夫 愛死Z 阿朱薩 還有諾亞爆彈 你們最愛的大腿們 還有這兩個 這兩個是我自己加上去的 因為我覺得沒有他們不行 他們現在是人胎不會人氣也很高 困憑跟自重 兩個都是No.1很咖的 所以想看誰 我們就邀請誰 雖然他不一定 他不一定會答應 我們是照票數邀請的 有沒有 投票結果 將作為最後邀請選手的群組參考 就是假設 呃 投票第一名是我們的 呃 小草好了 然後小草如果說不要 他沒辦法比賽的話 那我們就把順位移到下一個 依此類推 如果前面四個可以 當然就是最好 然後就你們來投票 你們來選擇 然後最多只能選擇四位選手 然後最少一位 所以你們可以 如果你們不知道投誰 你們就投你們新贏的那位選手 或者是新贏的那兩位選手 三位選手 不一定要四票全投 但是四票全投是最好 然後其實這一次的明星票選 明星選手票選就是為了要打表演賽了 打表演賽了 那你們就照自己新贏投 你們想看誰在場上 你們就看誰在場上 有些人想看橘子合體 那就投橘子 那有些人想看一些業餘選手在場上 然後來帶給我們一些不同的條件 那就投他們 照自己的心理想 不用考慮 不用考慮太多 照自己的第一心願 想看誰 那我們就邀請誰 好不好 那大致上就是這樣 大致上就是這樣 大致上就是這樣 那我要刷土了